选前总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民调 那么最新一期的这个新新闻杂志呢 做了一个2012的大选民调 结果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 因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他竟然赢了马英九拿到了民调第一名 不要说民众不相信 恐怕连宋楚瑜自己都不相信 搞了半天这是个大乌龙 因为叫对的时候失误 把宋楚瑜跟马英九的名字贴反了 翻开最新一期的新新闻杂志 封面写着马菜宋民调深度解读 但是里面的民调数字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题如果宋楚瑜参选总统 对决双英你会选谁 宋楚瑜获得37.3%的支持率 竟然高过了总统马英九 民众看来都不太相信 其实这是杂志社教稿失误 文字稿跟做美编的人是不同组的人 不同组的人 美编的他的这个数字观念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敏感 然后他在做数字统计的时候 他有时候要需要这个版面的一个调配 他有时候要删哪一项或怎么样 删的时候就跳掉了 民调把马英九和宋楚瑜的名字放反了 宋楚瑜民调第一名 就连亲民党自己人都不相信 杂志社赶紧发新闻稿澄清道歉 但是这期已经发行了六万本 在大选敏感时刻 民调搞乌龙 让宋楚瑜一度登上民调第一名宝座 亲民党支持者空欢喜一场 真学神医房和赵伟台北采访报道